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 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 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欢迎来到日光大道 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 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 这里是正生听平台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张希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日光大道的节目现场非常的热闹 然后有两位远道的贵宾来到我们节目中 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内容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就是远道从新竹县而来的 我们的新竹县的文化局局长 立安于旅局长 局长早 早安 我们主持人老师好 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还有一位帅哥 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的这个主要负责人 就是颜洪洋 他算是这个 这一个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的主要负责人 待会儿呢 他也会好好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去年呢 2022年呢 这个国家建筑金奖 也这个顺利的一个举办 那这个新竹县呢 文化局也有一项这个 哇 这个工程呢 也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角逐 可是呢 哇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第一次来参与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呢 这个新竹县定古基 这个新浦攀屋的修复工程啊 竟然就一举荣获这个 第二十三届国家建筑金奖 公共建筑优质奖的首奖啊 而且呢 还有这个评审团给了一个特别奖 这样的一个荣誉跟肯定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特别呢 愿到邀请到我们这个负责 这个修复工程的 不管是我们主要主责的 我们的文化局长李安宇呢 还有我们这个颜洪阳颜帅哥 待会就要跟大家来 好好地来聊一聊了 局长 这个部分哦 您今年 去年为什么会想要来 报名这个国家建筑金奖 那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 这个攀屋 这个修复工程 来报名 那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来分享一下 报告一下 好 谢谢老师 其实我要说的是 我觉得很荣幸 就是新竹县呢 这一次能够参加这个国家建筑金奖 那我们这次所推出来的案子 就是在我们新竹县新浦镇的一个攀屋 那这次能够得到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一个殊荣 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不简单 而且是首奖 也算是我们的第一次 那在新浦的这个攀屋呢 其实是我们新竹县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客家建筑 非常具有特色的客家建筑 那我们这个攀屋最早是建于 就是1815年 1815年 1815年 所以非常久 历史悠久 我不知道就是各位听众 有没有去过我们新竹县的新浦镇 张老师上一次是因为评审 所以有特别过去看了一下我们这个新浦的攀屋 如果您一进到我们的新浦镇 其实你会看到我们新浦镇非常有客家特色的一个地理环境 包含我们的建筑 我们常说我们新浦镇有三阶六项九宗词 三阶六项九宗词 所以九个宗词里面攀屋其实是其中一个 是其中的一个 然后我们这个攀屋呢 其实在 它建于1815年嘛 然后是在民国95年的时候 它就是被我们公告为新竹县的限定谷基 那这个工程其实我们是在109年完工的 整个工程的经费是由文化部门资举这边来做补助的 那因为整个完成之后 因为这个建筑非常有特色 我们就抱着很大的希望 希望能够参加这一次的一个比赛 那也获得所有评审老师的青睐 对对对 因为去年我有跟着这个评审团去看了这个攀屋 从这个大门庭这边就有一个轻冲的一片的这样的一个绿地 然后再进到这个第一进第二进 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非常完整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等于是古宅的一个这种呈现 让大家可以一下子就从时空环境里面 从现代进入到一个1815年的那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去了 所以这个部分确实我们文化局 这花挥了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资源跟人力 来做这样的一个雇宅的修复 还有让它可以重新的呈现在我们现代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眼前 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工程 而且我记得当天呢 我们这些评审老师们呢 哇都哲哲这个赞叹 他们真的是 他们都是很专业的 不管是在工程领域 在这个是建筑的 或是在园艺景观的 他们都会觉得说 哇这个能够把这样一个这个大的院落 能够完整的来修复起来 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工程 所以能够获得这个评审团的这个 这个手奖 真的也是大家都有目共睹 而且是有志一统 就觉得说真的是一个一定要得到这个奖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作品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夺的一个作品 那这个是我们文化局 我们的这个李安宇局长 你在这个到任之后呢 可能就想说有 你们的新竹里面 不管是在新浦还有其他的地方 应该都有很多这些 所谓的新竹地区的文化的特色或是建筑 可能也都必须要一步一步的有计划的把它做一些保存 或是推广这样子 让更多的国人可以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不只是回味了 甚至可以去沉浸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 没有错 其实我们参加这个比赛 除了能够得奖之外 其实我们最期待的 就是透过这个奖项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新竹县 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建筑 那比如说像藉由这样子老师的一个节目 让大家听了以后 有机会想要出游的时候 就选择我们新竹县的新浦镇 来走一走 那因为我们新浦镇呢 其实尤其是新竹县 因为我们新竹县它 就是算是一个在台湾里面 就是客家人的那个浓度最高的 老师知道我们客家人占比有多少吗 我不知道耶 我们客家人的占比高达将近70% 所以我们58万人口里面 有70%的客家人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台湾 全台湾各县市里面 最具有特色的一个文化 有比苗栗高吗 有比苗栗高 真的我一向中觉得说 苗栗大概是客家人的 客家庄最主要的一个聚落 大家很多人都觉得是苗栗 对 第一个想到的是苗栗 新竹县它是最浓厚的客家庄 那也因此我们的就是客家人口这么多 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像北普啦 像峨梅乡 这一些乡镇它的客家人口比例甚至高达90%以上 所以我们进到新竹县用客家化是可以通的 那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进到新竹县如果你在这边居住一段时间或者是深度旅行你就可以很明显感受到非常浓厚的一个客家味包含十一住行娱乐 然后还有我们这边的人就是我们这边的县民就是很道地的客家人很纯朴很热情很好客 对对对对 然后另外一块就是也比较低调 嗯哼哼是是是 这个从这个攀屋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特色好像也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这个刚才局长提到的低调 他虽然说是一个非常大气的一个老宅 可是呢感觉上就很低调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也请到了这个负责这个盘屋修复工程的 我们的主要负责的这个颜洪阳 来这个帅哥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说那个洪阳这个案子你们接到的时候 他当时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 好的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朋友大家好 是 那因为新普的攀屋比较特殊 他其实早期 新普的变化其实不大 将近五十年来其实没有太大变化 五十年独一日就对 对对对 他其实因为没有很大变化 但是呢他攀屋他其实是用载地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形式 所以因为时代的变化 因为居住的需求 所以攀屋原本的一个形貌 因为居住的使用上面 他有一些改变 就是添加了很多现代的一些增见的一个部分 所以是当初我们在做处理的时候 因为他比较是属于私密的空间 所以呢他很多 可能是附加了很多的东西比较 所以我们当初第一次遇到的问题就是要想办法把它恢复到原有的面貌 恢复到原有古迹应该有的风貌 这是我们第一个面临到的困难的课题之一 对对对 当然最重要的是家族的所有权能能够全力的支持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 哎对啊 这个应该这个家族应该也是开支善业 应该是就是说非常知凡业貌的一个这个家族 他们当初要把这样的一个古宅等于交给我们文化局来做一个等于修复或是整个再把它做一个花样光大 应该也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个整合吧 是的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 其实在98年就开始一直在推广中词博物馆就是三界六项九中词 其实已经蛮长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整个馆设有十栋 那目前已经剩下最后一处也正今年也动工了 所以当初在修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重大的目标 就是把私有的空间能够公共化 对对对 让整个新普镇真的成为一个活的博物馆 那这个特色可以让所有的那个来访的访客都可以感受到在地的一个魅力 是 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开始也是跟他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沟通整合 然后把这个大家的意见都能够融会在一起 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工程来推动 可是应该这个房子这么旧了 这个有些可能结构上面或是说部分的一些空间可能也大概都已经颓皮或是说已经不堪使用 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样来做一些恢复或是说让它可以让它相对能够呈现在一个大家的一个面前 而且是一个完好的一个样貌这样子 是的那这边就再进一步解说 其实在当初的状况其实因为经过历年的一个使用 它其实真的非常的状况没有很好 最明显就是它的乌瓦的部分 因为它已经改变了很多 所以甚至它还是为了 因为它这是位于风水的一个集屑就是螃蟹屑 那当初可能是因为材料取得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它后来很多乌瓦都采用了红瓦 可是在那个风水上来说 他们家族里面其实一直提到 好像在风水上 那个屋里面红色好像是煮熟的螃蟹 没错 他们对这个非常的忌讳 所以我们就知道到原来他们告诉我们 他们的乌瓦其实原本是黑瓦的颜色 所以我们经过一些考证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把乌瓦的部分 把它整个回复出来 符合一个风水极械的一个样貌 那整个那个修复的一个部分 它从屋顶的部分因为已经损坏的也有很多漏水的部分 下面的木屋架因为漏水 搬移非常的严重 所以虽然他们很积极的在做维护管理 但是其实真的还有一些隐蔽的状况 就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是逐步把他的外衣 慢慢逐步去像是脱去他表层的外衣 逐步细心的部分把它逐步的每个构架把它拆解下来 总共拆解下来大概就木构间就有1700多件 对所以它的构间非常的多 然后我们在当中也发现了很多很特殊的一个部分 其中第一个部分包含它的第一个枪孔的一个部分 它整个在脱去它的外衣之后 我们发现哇它好多地方都有一个枪孔 就是当初的一个防御的一个工事 对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它在每一两就是每个开口部 它都有一个特殊的工法 它是用挖写挖的方式增加它开口部的支撑力 所以我们在拨去外衣之后发现 所有的开口都没有下限的一个问题 总是它可能有漏水潮气的影响 但是它那个工法的一个使用比较特殊 所以它整个都没有下限的一个状况 对就觉得整个的一个保存也好 就是它当初的公务法也很好 另外有一个重点 就是因为当初他们这边是因为经营 家族经很好 然后因为后来有很大的营收 所以他们把原有的一个房子重新改建 是变成这样 所以家族可能也希望说 会不会有祖先有留下来一些隐秘的一个财富 所以我们非常的仔细在做各方面的拆解 一方面是希望整个修复能够把所有的重点都能够保存下来 一方面也看看家族也希望能够同步来了解 祖先有没有留下特殊的密保 密保在里面这样子 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跟我们现场的来宾 新竹县文化局的局长李鸿 李安宇 还有我们这个颜红杨 这个帅哥来的 好好聊一聊我们这个新竹县的限定谷 及攀屋的修复工程 马上回来 不要走开 欢迎再回到真身调平台 FM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 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非常高兴跟你邀请到的是 新竹县的文化局局长 李安宇 李局长 还有他们负责这一次参与国家建筑金奖新竹限定谷基 新浦潘屋修复工程的这个专责的这个颜红杨 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老式的建筑物算是客家式的建筑物算是老宅 那也经过这个文化局的整个把它做一个整建维修 让大家呈现在大家的一个面前 那局长这个作品等已经不只是得奖 而且已经说算是一个完成的作品 所以现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呈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市民的这个眼前呢 也就跟大家说现在因为我们完工之后 我们就是跟新浦潘屋他们自己家里的管理人 就是有协调那现在目前就是开放的状态 所以大家如果来到新浦 其实可以透过预约的方式 我们就会有在地的人来做到 要跟哪个单位预约 其实只要就是上我们新竹县政府文化局的官网 就是可以去了解有关预约的一些的时间 那基本上只要预约我们就会有人来做导览 来这边 然后再来就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们自从攀屋完工之后 我们也执行了一个计划 叫做再造历史现场的计划 那这个再造历史现场 我们新竹县就是以新浦镇为主要的一个基地 那我们新浦镇我们就是以攀屋为主要的一个地点 对然后我们就用攀屋它早期的就是商号叫金和号 所以我们就把金和号打造成以前的一个样态 所以我们在去年一整年就执行了这样子的一个金和号的计划 所以就有一个团队在这边去做一些研究 爬书 然后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方 让很大部分对很多对新浦不了解的人进到新浦镇来 然后一起透过这样的一个工作方跟尤城去了解我们新浦镇的一些历史 所以说我们希望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也是透过这个就是就是攀屋这样的一个完成 然后有点然后到线到面 把我们三接六项九宗词能够再集合起来 然后呈现在我们民众面前 那除了攀屋之外我们刚刚讲有九宗词 对 所以我们最近才刚刚开这个开工的就是我们的朱氏家庙 朱氏家庙完成之后我们九个宗词都完成了 是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空假日来其实可以来一趟轻旅行 对 然后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就是宗旨博物馆的一个导览人员 他会用步行的方式带着大家在我们新浦镇的街道巷弄间 来看我们就是道地的客家古宅 然后也可以来吃我们的客家美食 新浦的客家菜非常道地 有很多菜你可能在其他乡镇都吃不到的 待会再请局长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这一定要的 然后我在想说也可以请我们弘扬来介绍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说九宗词在修复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时间是非常长的 对 那一般在就是宗词在修复的这个时间的推动当中 其实有遇到多非常多有趣的事情 对 其实让弘扬介绍一下 好那请严雄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这里面呢 也有些这个很有趣的故事小故事 或是说里面会不会碰到一些相对难处理的一个议题 那这个我想借着这个空间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一下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谢谢主持人 那接下来就是 其实我其实在道文化局这边 到刚开始进入新浦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遇到的最明显的一个困难 就是新浦就是全国 后来我们调查之后发现 中止家庙是全国密度最高的一个区域 又是一个第一 是的 所以当时候我们从文化资产角度切入 所以发现 我们在做中止家庙的修复的时候 很多可能外地的人或是在地的居民 有时候都会提到一个议题 说说那个是祭祀人家祖先的空间 不要去 不好 但是对 我那时候觉得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提到这个东西 结果后来我仔细去了解一下 哦 原来这些家庙 它都不是阴宅 它是真的是阳宅 所以它不是纯粹 单单只是祭祀祖先的一个地方 后来我再找了文献 那在地有一个很很有趣的一个话 叫同姓就是秦 当初他们在为了在经商的时候 为了对 因为他们都是从大陆那边渡海来台的 那个单身 对 所以他们为了赚了一些钱 对家乡有一些想象 对家乡的情感 第一方面就是为了结盟 因为要跟个性都竞争的一个关系 所以他们才慢慢有一些家庙载地的一个信件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意涵的 然后第二个是呢 它其实是家族最重要的一个意识的一个场域 所以当我们决定什么事情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在家庙祖先前面来台会 对来决定这些重要的一个决定 对 然后第三个意涵最重要的一个 它其实它就是情感交流的一个场域 那我曾经遇到其中的一个流失家庙的管理人 他就说家庙没什么 就是我们情感交流的场域 他说跟大家外面认识的不一样 所以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修复这个家庙的意义 不是所一般的初期所讲的 只是祭祀祖先的地方 它其实有很多的意涵 甚至有些家庙呢 它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它还是同样都在这边可以做自己 真的啊 这个倒是蛮特别的 对 所以另外呢 我中间才修复了几个宗祠家庙完成之后 我有一个举一个特别的例子 就是我在新浦成宗祠 那时候在修复完成之后 那我在门口的时候就看到一个70 70大概80几岁的行动 不是很方便的老先生 对 我很好奇 他为什么特别想要来的感觉 他在门口滞留很久 对 然后我就上前去询问他 我说先生请问你姓陈吗 然后他说我不姓陈 我说他你为什么好像是一定要来看 然后他说我知道这里修好了 但是我一定要来看 然后我就跟他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呢 我以前在新浦这边做生意 可是呢 我卖东西卖太晚了 我回不了家 是这里当初帮助了我 所以他很感念这样的一个家庙可以反而再协助 协助大家来做 就是生活上的一个协助 对 所以他很感念这样的一个情绪 对对对 所以他特别一定要来看 就宗使是行走不便 他还是要来特别来感谢一下 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在整个修复的那种 我觉得还蛮鼓舞的一个例子 对 觉得让我觉得这个工作特别有意义 对 那刚才提到那个攀屋 攀屋是这个硬体这个整修完成之后 好像后来他们这个家族又把一些相关的这个文物啊 也都是这个无私的奉献出来 是不是 这个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好的 就是整个我们在推动啊 其实攀屋它是一个一堂四横的一个三合院的形式 对 它前面就是有双院墙的一个部分 它包含有外墙 那外墙它的院墙很特殊哦 它就是本身就是它的装够的一个气法 每一道都不一样 对 它就是整个风貌就很特殊 然后它的那个门楣上呢 它有一个校友传家的一个门楼 它是因为呢 早期攀屋呢 它有一个曾经被册封两代的一个校旨 所以家族呢 就以校型的德行来作为加封的一个部分 是 所以呢 因为他们整个一个家族的一个 那个传承非常的好 所以他们在做 非常认同我们在做整个整体的一个修复 变成一个类博物馆的生活博物馆的概念 所以它整个修复完成之后 它了解到建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艺术价值的部分 它也希望呢 家族内部的一个空间 你可以把家族的历史 重要的意涵 可以展现出来 除了让家族的大家 因为开智善业嘛 所以所有的大家都可以了解之外 让外面的人也可以理解到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一个文物的部分 那整个一个家族的一个部分 就是主要是由潘鹏人 就是他也是一名中学董事长 他整个号召 对 从一个家族族谱的一个整理 然后整个文物 甚至把很多旧的文物 它是重新打造 去构思如何把这些文物重新整备 做得非常的有创意的一个方式来展现 所以它整个的一个 它是一堂四横嘛 它把正厅跟左右横屋的部分 作为整个家族文物展示的一个重点 那外面两处横屋呢 就是作为他们未来经营再利用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基地 让整个的一个生命可以真的可以被再利用的一个方向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让大家敬佩的一个精神 就是说虽然说这个房子整修好了 可是有一些这个比较算是家族的 比较可能是觉得会比较有可以自己保留的这些文物 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拿出来的话 会不会有些被弄坏啦 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他们愿意把它奉献出来 而且呢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来观赏 这个部分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我知道很多这些老旧的房子 特别是像一些古迹啦 整修之后往往就是呈现出来是空空框框的 感觉上就是说 好像跟我们的距离还是很遥远 就是感觉上它只是一个壳子而已 那这个攀物这个古宅他们的这些的整个后世的家族 对于这样的一个老屋整建之后 又愿意把一些相关的非常宝贝的这些文物也都来展现 这个部分确实我觉得说很值得大家可以去看看 这个古人他们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来生活过来 而且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相对比较物质 比较没有那么充裕的一个环境之下 能够这个让整个家族开支善业 而且就是说现在这个攀家他们好像都是非常有成就 这些后世的子孙都非常有成就 这个在各个行业里面各个领域里面都是这个佼佼者这样子 那局长这部分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其实我们在像文化局我们的一部分的业务就是在 就是修复或者是保存这个文化资产的建筑 那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像这样私人的宗词 其实家族的配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助力 如果说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有家族这样大力的配合 我们在修复之后又可以开放给外面的人来参观 我觉得才能够完全的达到我们去用这样的经费 以及人力来修复这个文化资产的一个目的 对 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新浦镇 其实他因为地理环境的优势 还有他早期所代表的一个就是商业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们就很期待说透过九个宗词的一个修复之后 能够完整呈现他早期 其实在新浦镇我刚刚说 他很像我们的华尔街 这样子的一个代表的一个价值 那在这边我还要提的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整个新浦攀物 这次的这个建筑里面 我们有保留就是非常具有艺术价值的一个彩绘的灰泥花砖 这个大家如果到那里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我们所有的在这样子的客家老宅里面 在上头这个部分都有非常经典的这些花砖的一个彩绘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试中的过程当中 也才意外发现 就是在这个灰泥的墙壁里面 有隐藏13个射击的墙口 对那这个也让我们反映就是当时 就是因为这个枪口 它就在门口的左右两侧 还有窗台的下方 所以就是这个枪口可以用枪 然后对外来射击 所以说也可以反映说 当时那个社会环境 对于这个防御性的一个需求 真的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设置 所以也是我们早期就是我们的先民 就是客家的子弟 对平手抵竹 然后保护家园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表性 所以大家如果到了叛雾的时候 可以去找找这个13个枪口 它为什么是隐藏式的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 那个言红阳也帮大家来做一个 补充说明 好的是的 就是我们在刚刚有提到 就是因为它本来是居住需求 那因为现代生活的关系 它很多地方都改建 所以它把原本的那个枪口的位置 都因为有一些新的装饰 所以我们是看不到 所以刚刚我提到 我们在修复师逐步把它的外衣 慢慢一层一层的拨开 对这个是蛮仔细的部分 对所以后来我们才会发现 原来它这枪口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都有设置 对是这样子 是是是是那我们看到里面也真的有很多这些所谓的过去仙人使用过的一个一些这个器具 都大概都保存下来 比如说像什么石墨啦 什么这些东西 大概这个在整个现场都也是完整的一个保留下来 而且我觉得最可贵的就是说 它的刚才我们这个修复过的这个屋顶 跟可能想象当初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都屋顶都是漏水啦 或是什么样的一个相对雨漏的一个状况 现在感觉上就是一个非常完整 非常不要讲说心盈 就是一个非常这个这个安全的一个整个住家环境 不只是十字一个宗词而已 因为它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居住的一个这个院落嘛 是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说这个假日的话 这个周休二日也许可以到这个新竹来一个这样的一个一日游 这个不管是三阶六项九宗词 都可以好好去逛一逛 那待会儿我们再请这个局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三阶六项是什么 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中文字幕志愿 欢迎再回到真声调平台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新竹县文化局局长李安宇李局长 还有这个负责 这个限定古迹 新浦攀乌修工程的这个专案 得了我们弘扬颜帅哥 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这个所谓的古迹修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点点滴滴 当然了这个文化局的这个整个这个所谓的业务范围是非常广的 最主要还是在整个文化还有些相关的这些这个建筑的这个保存 那我们这个李局长在这方面呢也是发挥了非常多的这个心力 刚才他一直在提到的三阶六项九中词这一部分 到底像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修复过程 或是说刚才提到三阶六项到底又是什么 我自己也都是很纳闷这样子 可不可以请李局长还有待会再请延洪扬再跟他补充一下这样子 好三阶六项九中词 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脑海里在我脑海里其实他就是一个立体的 其实他就是一个动态的 那三阶呢其实就在我们心浦镇里面 他代表的是中正路和平阶跟成功阶 这三条 那在我们的攀屋其实他就是在和平阶上 我们光这个阶上其实就包含了攀屋张世家庙刘家祠 朱世家庙 那我们这边要讲的是待会洪扬也可以再跟我们深度的介绍 少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就是家庙 其实他所供养的不一定是自己直系的或者是有血缘的 比如像朱世家庙他供奉的是朱熙 朱熙 对 刘世家庙他供奉的是刘邦 所以就是只要跟这个姓氏有关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宽广的胸怀 而且很博大的一个情怀 去这样共赐这样的一个家庙 那我们其实在中正路和平街跟成功街是我们在新浦镇上 横向的街道 然后六项呢 其实就穿就会透过这个六个巷弄 再去的街道 串联 对去串联 所以其实在新浦镇很适合用徒步的旅行 你可以透过很多小小的巷弄 而且我们每一条巷弄其实都有它的代表性 就是说透过巷弄去串联很多的古迹 那我想请弘扬介绍一下我们巷弄的特色 OK好 这个部分我想我自己都有很高的兴趣 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更深入的了解这个新浦这个地方 好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在整个新浦镇它是一个河街地形 它其实构成了横向的部分 就是刚刚局长有提到的 就是中正路和平街跟成功街三条 那另外呢 它在重向的部分 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一个道路 甚至是说早期的呢 他们因为前面有个市场在和平街上 所以他们早期在前往市场的时候 都直接穿过大家的家门口 就是客厅的一个状态 甚至还可以顺道帮大家购买东西 等于是说大家当初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邻里关系 非常的好 对非常close 对都是整个家族的一起 那刚刚有提到 我们在整个一个在推动三阶六项九宗旨的计划 我们慢慢从一个历史的一个角度来看 发现哇 新浦其实它非常的有内涵 它有很多历史的一个故事 是 所以我们在整个一个整个街道的一个部分去串联之后 徒步一个寻找之后 发现我们定出的那个六条巷子的一个部分 就是分别依照它的地理的特性 或者是一些故事的部分来定义 所以我们总共找出的六条 分别是大水巷 花灯巷 漫画巷 燕子巷 战斗巷 跟陶雪巷等六条 当然也不止这一些 但是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比较有趣的部分 对 我觉得蛮有趣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再详细说明一下 我觉得这个名字就让大家非常的想要一知就近这样子 好的 那我第一个跟大家介绍的是花灯巷 那星浦就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北天灯南风炮 会动的花灯在星浦 就是早期我们所提出的一个概念 那星浦很特殊 它在中正路上早期它有一个街头跟街尾 它会有一个豆花灯的一个习俗 豆花灯 对 因为大家都是共同理念 所以它会有一个豆花灯 用以比较诙谐有趣 甚至带有点小风词 就是有趣的部分 来互相用自己创随即兴的一个创造 那个豆花灯的一个豆式的一个方式 所以刚好我们找到一个像 它就是在花灯街头街尾对抗的一个地方 就叫花灯像 这是启动的一个像 是是是 豆花灯 这个部分我觉得局长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来办一场这种豆花灯 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文化的一个活动 对 那因为其实像这六条项都各有各的代表性 也串联出 其实代表我们所有客家文化的生活形态的一个博物馆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一般有元宵节 对 可是很多人也不知道说 我们客家装在元宵节那个时间点 其实我们有一个天川日 对 对 那早期我们就说客家人呢 其实放假是放到天川日之后 所以天川日过完以后 我们才开始新鲜的工作 那天川日在农历就是1月20号 所以说我们在新浦镇 其实每一年我们都会有半天穿迎花灯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的花灯其实在现在已经很少见 我们是很有特色的 像现在的一个就是灯会 呈现的大部分都是属于比较科技的 对 现代式的 对 那我们现在在我们新浦镇上 还有非常传统的一个在做花灯的 就是彩绘 或者传统花灯的制作的一个 还有一些师父老师 师父老师都还留着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透过这样的社区 以及这些师父 把我们这些传统的花灯 把它呈现出来 然后会游街 就会游在我们新浦的这个街道上 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一个特色 可以让民众来到这里 如果来参加我们这个迎花灯的活动 你就会想到小时候 你在过元宵节的那个感觉 那个感觉就回来了 好 这个是花灯街 花灯像 那再来呢 那另外就介绍一个比较有趣的 就是我们的陶学像 这是因为在地生活的意思 因为我们在跟他 这个不鼓励吧 但是他很有趣 因为整个一个 每个人都有经历过学习的历程 那可能早期的一个 那个生活的一个风貌 就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有趣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刚好 那个就是非常一面的一个向导 刚好就跟学校临近 所以大家反而这个向子 是大家可能 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 刚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记忆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走过这个 发现这个故事也蛮有趣的 所以把找出 刚好它是又是必要的一个向导 所以就赋予它一个 陶学像的一个故事 对 还有呢 另外就跟大家介绍一个燕子巷 因为那边比较特殊 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街道 巷弄的部分 它每年就定期都会有燕子 就是一直在那边 都会有燕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它只选择在那个地方 那真的是很特别 对 所以大家可以听众 有机会到这边 可以找找看燕子巷的一个 燕子的一个状况 可以关心一下 它每年都会在那里 很特殊的一个状况 对 哇 这个三街六巷九宗尺 这个真的是可以让你一天都玩不完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新补它的一个特色 那刚才文化局长有刚才提到 就是说 这个新补地方有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 这个部分我想趁着这个机会 请局长跟大家来推荐 介绍一下吧 到底有哪些比较特别的 可能别的地方吃不到 而且这也很有这个所谓的客家特色的这样的一个美食 我想我到新浦第一次吃到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烟肠 烟肠 老师没吃过 我想把我直接把它翻成台语是烟肠 形状很像 可是他就是他的那个烟肠的制作方法也跟做香肠有点像 可是他所呈现出来的那个口味其实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然后这个烟肠 因为我在其他地方没有吃过 我在新浦 其实有这个非常道地的这个烟肠 所以如果大家来到新浦镇 其实新浦镇上的有非常多家很道地的客家 就是客家的那个餐厅 你进去其实他都会有烟肠这一道料理 他就是有点像冷盘的那种概念 然后很好吃 就是他比他他不会像香肠的口味那么的浓郁 对然后这个烟肠算是我们在地很有特色的 然后在我们的就是三条街道上面 有非常多就是特色的传统小吃 包含像冰店 这个也是很有名的 就是其实你只要走在我们的新浦镇的街道上 可以一边看古迹 然后看到小吃又可以进去吃 其实都是非常有特色 再来就是我觉得新浦镇的客家菜 像客家小炒 我觉得就是很值得你来尝一尝 对 我常说在新竹县 你如果吃了新竹县的客家菜以后 你到其他县市以后 你就会知道 就是吃不到像新竹县这么道地的客家料理 对因为新竹县的客家料理还保有它传统早期料理的一个特色 那因为现在很多县市的客家菜其实它都是经过改良 对对对改良再改良 对对对那我们新竹县在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客家料理都还保存 对所以也其实就是在地都是客家装的 都是我们客家人 所以说他们就是客家的妇女 他们在做这些料理的时候 他的那个手法 都还是保有他传统的一个特色 然后也可以请洪阳介绍一下 就是在我们在地就是新浦镇上 有没有一些很传统的产业 其实还保留着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特色的 是是特色的一个产业 是对那边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新浦其实那个饰饼的部分 其实是新浦的一个特色之一 然后也有几个那个饰饼的一个商业的一个重点 其实比如有一个威威嘉 他有一个很知名的就是饰饼婆婆 很多人旅游客其实都会到那个地方 然后上面可以直接拍整片塞饰饼的一个状况 对因为前阵子就是这个饰饼大厨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人脸书上面到处 哇拍得起来都很漂亮很漂亮 就是在晒饰饼这样子 对因为新浦有一个比较特色 就是九江风 他很适合在饰饼 所以他整个整片晒饰饼金黄层的一个颜色 在那个整片拍照起来非常的美丽 对 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等于也是在地的特色 对是的 另外跟大家介绍一个比较有趣的 就是新浦有一个饼店 其实我们在前面在做整个三阶这样 九中尺里面有调查 新浦比较特殊 他好像冻结了时光五十年这样子 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了 怎么说呢 他也很有趣 就是他因为可能是发展的关系 可能相对比较缓慢 可是我们在调查 这些老店好像在五十年以来 好像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只要那些可能现在都经营了好多好几十年 能够经营他都会继续经营 所以我觉得调查就觉得很有趣 他这个饼店有什么特色 其中有那个叫铝顺新饼 我觉得很有趣 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 我跟那个老板的时候有个绿豆碰 请问一下这一个多少钱 他很压抑的眼神看着我 然后就不告诉我 然后我在想说为什么 结果我后来仔细了解 原来他的饼是秤重卖的 所以秤重是他不偷金减两 他每一个价格都不一样 都是用秤过之后才知道他的价格 所以我觉得大时候蛮shock的 为什么我不知道每一个的价格 觉得很有趣 可是利豆碰一般都不大 是 但是他每一个都是 他的目的是说我不偷金减两 我就是很诚实的来贩售我的商品 对 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最蛮特殊的一个状况 对 所以这个是一家算是非常历史悠久的 这样的一个饼店 还保有的这个古时候的那种所谓的 这个同手无欺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理念 这样子 那他目前也慢慢转型到年轻的一代 他还保有很多早期饼的一个模子 他都对 他也希望能够 能够持续的来做一个转型 对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个店 对 另外刚刚局长有提到 就是新普还有一个就是冰店 他就是益顺冰店 他是百年的一个冰店 是百年的冰店 是的 对 他一直维持就是 那个早期的一个制作的 制作的一个过程 到现在一直定期都还有营业 因为他附近早期也有那个戏院 对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了 但是他整个在成功街上面 他就是有那个氛围 对 对 比较特殊 对 今天非常开心 这个能够邀请到这个新竹县文化局局长 还有这个我们颜洪阳 这个专案 来到我们现场 最后剩一点点时间 我们请局长给我们做一个ending 那也可以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 也可以到这个新浦来玩 这样子 OK 我们新竹县 其实我们有两条很重要的河川 也就是我们的头前溪 头前溪 跟凤山溪 然后三面环山 算是一个地理位置 其实非常独特 而且也因为这样子的环境 后来又有科学园区的进驻 所以我们整个新竹县 它算是一个非常多元 而且很融合的 你到新竹县来 你可以看到非常先进的城市 像我们现在的竹北 你也可以看到我们非常百年的 就是聚落 客家的一个传统的 不管是我们住宅方面 或者是说我们传统的表演艺术 像客家八音 这些其实都还在新竹县 你进到新竹县来 你都看得到 它不是看不到的 所以说我们其实新竹县的各乡镇 总共有13个象征 我们很适合做深度的旅行 很适合long stay 绝对可以让你 对新竹县有不一样的体验 那新竹是我们 就是它离竹北非常的近 所以说如果您搭高铁来 其实它距离新竹镇 大概就是不到15分钟的路程 对非常近 对很近很近 对所以我们也期待各位 能够借由我们这一次 因为我们这个潘屋能够得到这样的奖 让我们有机会来到这个空中 跟着张老师一起用这个节目来 旅游一下我们新竹镇 当然新竹 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 大概只有我们新竹镇的10分钟 跟他们都不到 实际上真的可以到新竹镇来走一走 其实我们有 九宗词里面还包含了一个乌卓流故局 刚刚其实还没有机会讲 这个也算是我们的非常知名的一个作家 那个地方也非常的美 是 那大家其实来到新竹镇 四处走一走 然后吃吃喝喝 吃吃喝喝 对又可以吃到道地的美食 这个非常欢迎大家 是是是是 先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这个新竹县县文化局长李安瑜 今天带来跟我们的这个 颜弘扬 到我们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这个新竹地区的一个特色 还有建筑 还有这个美食 那我们今天感谢这个李局长 还有我们颜兄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 收听日光大道 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 我们下回见 拜拜